刘培元的英文教室 正确发音影片第61集 我们说撞到的东西呢 B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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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说那个加异啊 变什么呢 变撞击的人 又不是 保险感 汽车保险 保险感叫 那个Bumper 那有时候念错啊 念Bum K 有没有这个有 Bunker 你说Bumper是那个保险感 那有时候念错Bunker 有碉堡 所以有些字就是有点趣味 换一个一个字母 意思就不一样 Bump 就撞到东西 它就是这个音 Bump 你不要念成Bump 它U 你念成Bump就不对 或者你念成卷舌Bump 也不对 它Bump 就这个音 准不准就在这个音 这个你看也是小圆的面包 十七餐 小圆 圆点啊 就是直径可能 可能三公分 四公分啊 小面包 Bump 那女人的那个法技啊 就是那个后面弄个像球一样 那个也是Bump 所以它也是一只多一 我们一般讲 小圆面包 小餐包啦 小餐包 那女人的法技也是Bump 你看都是这个 20 这又是Bunch 就是一连串的东西 Bunch Bunch 你看都是 反正又是一样Bundle 你看都是R 你看U是不是发R的音一大堆 那你不爱 你要是照那个 有边念边 你说撞到念Bump 小圆面包 或女人的法技念Bump 一连串东西叫Bunch 这也是一大堆东西包在一起 念Bundle 你看这个又是 就是我们一般的那个 什么洗衣军床 就是那个船上 那个小床 睡得不太舒服 或者火车里面 那个硬卧软卧 Bunk 都错 它全部念Bump 而且全部都是不卷身的Bump 撞到东西是Bump 小圆面包是 小餐包是Bump 一连串是Bunch 包起来一堆东西 Bundle 一叠杏 什么东西 这个 这个临时靠墙壁 一般是靠墙壁 可以拉下来的 可以收叠的 Bunk 你看 这个全部没有一个屋的音 我现在有五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是用我名字 那我们说撞击呢 撞到东西 它动词 to hit something with force 就撞到打击到一些东西呢 用力 用力去打到一些东西 那人 有时候我们就撞到 一般是 不是说你去打东西 而是撞到 我们一般的意思 所以有时候它这个解释 有时候不够精确 就是一个大概 一个大概 就是Bump 那为什么我们这些都不写中文呢 本来前面还要写中文 不写了 为什么 我们用口语上讲 你说我不听你讲话 我只看字 那是你的事情 就是说 意思我们都用口语讲出来 但是呢 就是说 我们就尽量 去避免依赖中文 你打中文 你就可能看 六平原的英文秘籍 这个中文你会先看 我为什么习惯吗 英文我后看 那这边如果写 Bump 是撞击到 这个意思用中文写出来 例句用中文 当然别的有的写出来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 我们尽量越少依靠英文 越好 最好呢 你看那个外国影片 你最好把那个中文 这么盖起来 用什么贴子 什么盖起来 那你说 我用听的好不好 听的看不到画面 不好看 你看007 这个你用听的 没有画面也不行啊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 第一遍我就 我就看 很爽 我看中文很爽 第二遍我就用听的 或盖起来 就最好 当然最好就听 听那个广播ICRT啊 听外国的新闻啊 或外国的什么节目 他就没有字幕了 因为 因为那个收音机 他没有那个字啊 那最好 所以听收音机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我说的时候 你看那个电视 CNN新闻 闭目养神一下 CNN它也没字幕啊 它也来不及 你在YouTube 电视上 它也来不及 那个字幕只是标题 所以这个意思啊 最好是避免依赖中文 To hit something with force 比如说 John bump into his forehead against the wall 约翰撞到了他的头部 against就是 就是撞到什么 就是 against就是跟什么相反 跟什么撞到的意思 这个 就大概这个意思 就撞到了墙 John bump into his forehead 额头 against the wall 我们说平栏 靠着栏杆 平栏 靠着栏杆 就是against 靠着什么东西 那个小餐包 Burn 名词 如果这时候写 小餐包 名词 你第一个就先看 餐包 名词 又是 又是进入英文的 思路 所以学外语最高的情绪 就是 你把本国语言忘掉 但不是叫你真的忘 你不可能忘了 意思就是说 你在讲法文的时候 你就是进入法文的情绪 就没有中文了 你需要讲中文 再用中文 所以那种最厉害 有人会六国语言 讲哪种语言 他就原来 其他的语言都丢掉 那种是最好 最好 不然的话 你一下子讲到中文 一下子讲到英文 你就说 这句英文 我们中文怎么讲 我们这个中文 英文怎么讲 就中间要转换 一转换 第一个 时间就慢掉了 时间耽误掉了 就是慢 而第二个 就是语言 两种语言就不一样 就是两个会打架 所以最好就把中文丢掉 直接用英文的方式来思考 那一开始很累了 可是养成习惯就好一点 英文这样子才会比较流利 比较正道一点 因为那个每一种语言 它的文法习惯 或者它习惯用法 都不一样 比如说小圆畅包 是small round flatbread roll 这是一个小的圆的 而且平平的 因为平的好 好摆在桌子上 你要是那个 这个尖尖角角的 它不好摆 它是一个 面包的 面包卷 肉就是也是圆形的 会滚动的 面包卷 那个小圆畅包 原来你要是那个 用上面 滚来滚去 它有会滚几步 a small round flatbread roll i like to eat bounce with butter and soup 我喜欢吃那个 小餐包 搭配奶油 因为那个 它如果烤一下更好了 加点奶油香嘛 然后沾到 那个 那个浓汤 西方的汤 就是浓汤 很好吃 i like to eat bounce with butter and soup bounce is a number of things 所以有一些事情呢 the same type 它是同一类型的 which are growing or fastened together 它是那个 生长在一起 好像植物啦 一堆 一堆什么东西 生长在一起 或者是呢 它绑在一起 比如说那个 陈吉思汉讲过 看子女讲过 来 叫他四个儿子 四个儿子 每一个人去 折一把剑 啪 就折掉 每一个人折两只剑 啪 三只剑 结果后来绑了 十几二十只剑 儿子全部绑不了 那个 断不了 所以呢 这就是那个 绑在一起 the number of things of the same type which are growing fastened together how much money that bunch of bananas 那其实 还是加S好了 因为那个负数 这是多少钱呢 就那一串香蕉 bunch of bananas 那一串香蕉 这多少钱 就是我们那一串 或那一串 葡萄多少钱 然后我们说bundle bundle 就是a number of things tied or wrapped together 就是有 有那个 a number of things 就是有好几个 就是 number我们不能说树木了 就是有好几个的意思 number就是 有可能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八个十个 这种绑在一起 tied 绑在一起 或者wrap 我们说包装 包装起来 包装在一起 都一样 something that is wrapped up 或者它绑起来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有时候看例句 number things tied you're wrapped together something that is wrapped up 我们看 delivery boy 就是那个 sore the newsletter into the bundles for distribution 我们就说快送小弟 就公司里面 这不是外面 就公司 有些那个小弟 倒茶 倒咖啡 送信件 他不是收发式 收发式人 收发式收发的人 收发完把信分好 小弟啊 小张啊 小李啊 麻烦 给人事部门 张经理啊 或人事部门 什么的 就去发 delivery boy 那如果说呢 打包的小弟 当然也是小妹 这不拘 就像赶弟 很多是赶妹 那样的习惯叫赶弟 这打包人 叫buck's boy 就buck's就是 本来是盒子嘛 他也是包起来 包起来像盒子 一样的意思 打包小弟 打包人员 服务人员 就是buck's boy 那那个 赶弟就是caddy 又是 caddy又是军校的学生 所以这个字很多 所以我们有时 想英文 有时候会停顿 为什么 想到很多 那老 这个英文单字 就是一般人 就是可能想 这个字什么意思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英文 已经研究到 一定程度 就想到这个字 又想到别的字 但老外也会有 这种情况 他要看上下文 The delivery boy 说的 他这个 他那个分发了 分类 他分类了一些信件 newsletter 信件 新闻信件 但是可能是在报社 在报社 intubundals 他把 一捆一捆 比如说 这个编辑部 财经组 一叠 什么体育组 一叠 for distribution 等于是那个 所以这个剧 没有造好了 这个剧 不应该是delivery boy 应该是 那个 那个收发室的 一些人员 所以我这个造剧 有时候造的不够好 见谅 The delivery The delivery boy sorted the newsletters into bundles for distribution 我们看 Bunk Bunk就是 Near a bed 一个窄的 很窄的床 你看那个 潜水艇 那个 那个 船上 不管是军事的 或者一般民用的 那个水手 那你说 那个舰长室 大副室 那可能 是一个套房 那一般的水手 或是那个兵 就是 那个床都很窄 Fixed to a wall 常常是 它跟那个墙壁 这是 这是 连接在一起 那一般也是固定 就这样摆了 那有的床铺 它可以收起来 那有些家里 也是用的 有些老外喜欢的 用那个 那主卧室是不可能的 它可能是 别的什么小房间 有时候 这样子 可以那个利用空间 Especially on the ship 或train 或在火车上 等等 就是那种 比较临时性的 那个床铺 简单的 A narrow bed is fixed to a wall especially on the ship 或train 它念 bunk bunk 但有人喜欢睡下面 这个行动比较缓慢的 胖的人喜欢睡下面 那一般喜欢 喜欢睡上面 这不一定 就是两个吵架 到底谁睡上面 我现在有五个英文频道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把这些字 我们就幻想 我们是老外 我们这个发音 跟美国人一样 我们连连看 这bunk 就是撞到东西 通常是身体 或头 手脚 这种撞到东西 不是你去打东西 是你不想撞到 你会痛 你打人家 当然也会痛 可是你打到人家 人家更痛 因为你是骨头打 可是你撞到东西 通常不是 你撞到脚 撞到铁的东西 撞到桌子 椅子 间的地方 很痛 jump bump into his forehead against the wall jump bump into his forehead against the wall 小餐包 i like to eat bounce with butter and the soup i like to eat bounce with butter and soup bounce 一堆东西 how much money that bunch of bananas 那一串香蕉 或那一串葡萄 我们也可以念葡萄 how much money that bunch of bananas bundle 就是绑在一起的 一些东西 the delivery boy sorted the newsletters into bundles for distribution the delivery boy sorted the newsletters into bundles for distribution 那个 载床 船上的 火车上的 那个载床 英卧 软卧 等等 the two soldiers were arguing who would sleep in the top bunk the two soldiers were arguing who would sleep in the top bunk 所以 所以真的 你如果知道 这些音怎么发 而且多加练习 练到跟老外 那老外 当然有的很标准 不要去跟他比 就一般的老外 有的老外 发音也不见得标准 绝对不难 一点都不难 只要长加练习 这个不是梦 这一期讲到这里 这一期讲到这里